今天早上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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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 這個發展法 已經通過了兩年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也看到了一個機會 是原鄉部落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發展法的當中 我們就看見一件曙光 希望在這個發展法當中 我們可以找到正確的一個方向 來復甦我們這個產業 原鄉的環境 是最適合種植這些中醫藥草 在我們原住民各族群的 傳統知識裡面 也有很多關於藥草的一個知識存在 我們現在是希望說 我們怎麼樣透過一個國家隊的概念 國家為了要扶植中醫藥草的發展 應當要除了匡列經費 也必須要去盤點 我們能夠適合種植的中醫藥 護台相公所分別與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工研院 品科大 嘉義大學 與萬國之藥等七個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 合作推動物台鄉中醫藥產業發展 未來有機會讓盧凱傳統醫療智會 透過產官學研醫 有更多元的發展機會 採集產業過去是佔了三分之一 在整個部落產業裡面佔了三分之一 但是在二十年前 這樣的一個產業消失了 那為什麼會消失 希望找到原因之後 我們這個對症下藥 然後找出對策 讓原來的這個傳統的這個採集產業 可以有復甦的機會 看看原民會在政策上 可以做怎麼樣的改變跟協助 然後讓我們原民會 跟我們自己原鄉部落 能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看到不是只有物臺的未來 更是看到原住民的希望 隨著國內對中醫藥需求的增加 如何提升藥用植物種植品質 及保健食品開發等 社會各界也相當關注 如果政府有主力的來做一個 培植我們台灣在地藥材 那我想對於藥材的供應 整個產業的發展是非常堅決 論壇吸引近兩百位來自哥縣市的 產官學研醫專家與會 物臺相公所表示 希望未來能建立台灣系統化的 藥用植物種植產業 與技術合作交流平台 有效的促進台灣原鄉中藥草 產業發展 原始新聞歌社評論舞台採訪不到